水泥鋼筋裸露六層樓高占地500坪 位在新北市永和乐华夜市 当地人都知道的烂尾楼 因为产权复杂始终无法完工 而受到缺工料涨影响 未来烂尾楼的数量恐怕有增无减 现在因为这个二屋战争的关系 导致营造成本大涨 那他们中间呢 如果他们财务上多涨不过来 银行取不到资金 营造成本又大增 然后呢像这种一案件商呢 事实上面它有可能不履约的 原物料价格上涨 缺工严重 营造业者更透露 以往住宅大楼14天盖一层 现在要拉长到21天 不仅有赔售可能 都跟委老案也陷入停滞期 中华民国不动产开发工会理事长 杨育全推估 两成的中小型建商恐面临倒闭危机 建商压力越来越大 加上政府跨部会打炒房 没有缩手迹象 现在讨论预售屋红丹买卖要寄重税 红丹等到我们之前 已经就已经纳入 就是预售屋的 这个转让 我们已经纳入这个 所谓的房地会课税 工丹转让基本上 我们就是按照房地会课税 原本预售屋交易 只要课所得税 集聚5%到40% 列入房地合一税后 税率落在15%到45% 财政部将和内政部讨论细节 展现意志炒房决心 近期文讲宣王中军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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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bnbs